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 这里是猪肉 那么猪肉呢 把筋拿掉 就是全瘦肉 把它切成这个薄片 那么如果这个肉比较干 会粘刀子的话 你可以用一点这个水 把刀子摸一下 那么然后呢 这样子来切 就会很好切了 带一点肥肉是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有筋 因为这个肉的东西有了筋 你吃起来就觉得它很老 好 把它都切成这个很薄的 一口能够支得下的这样子 一寸四方大小的这个薄片 然后呢 把它用太白粉跟这个酱油 少许给它腌起来 那么腌起来以后呢 让它炒的时候呢 又滑又有味道 所以这个肉片呢 是要腌的 这里呢 是半汤匙的姜油 这里呢 是调了水的太白粉 那么这样子把它抓一抓 把这个肉腌个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呢 就可以拿来炒了 好 这样子腌过 另外呢 我们今天用的是蒸干 就是压蒸 那么压蒸呢 买回来以后把它破开来 中间的这个硬的这个筋 要给它这样子提掉 提掉 提掉了 这个筋呢 虽然是吃起来 红烧的话很好吃 那么炒的话呢 会咬不动 你不妨可以流着滚汤的时候 给它放下去 那么这个呢 也是要给它切片 切片的时候呢 这样子压着平面的切 一片一片的这样子给它片着切 好 要切得一样的均匀 薄才好 小心一点 这个平面切东西呢 是要用这个左手压紧 因为右手的刀子常常是横着进去 所以很容易切到手 那么有一些东西呢 是非要这样子切不可的 好 这样子都把它切了片了 那么我们就给它这个摆着 另外呢 你买这个压蒸干的时候 它有一个干 一副一副的买比较便宜 而且干也很有营养 那先把它煮熟了 煮熟了再切 这样子呢 炒出来比较清爽 没有血水 好 这个是煮熟了的一个压干 用鸡干也是一样也可以的 好了 另外呢 就是副料 这个副料呢 包括了配料 我们这里有这个鼻漆 或者是笋子都可以 把它切成片 四朵或者是五朵都没有关系 再放一点胡萝卜片 胡萝卜呢 是先把它煮熟了再切片 好 那么用这个莴笋 或者是小黄瓜 或者是豌豆甲 这里呢 今天是豌豆甲 好了 我们这里 煮料和配料呢 都准备好了 现在呢 要准备一点这个新香料 也就是葱姜 蒜之类的东西 好 这个是 这个要切碎 对 我们这个葱花呢 要给它切成碎碎的 不是切成大块 另外这里是要姜末 这个姜 如果是嫩姜呢 就可以少放 多放一点 老姜呢 就少放一点 好了 现在锅子里呢 把油烧热了 来先过这些荤料 也就是肉片 这里呢 是大蒜 这里是大蒜 大蒜跟姜呢 要一起下锅 所以我们把它切好了 放在一块儿 这样子 对 好了 那么这里呢 有油 这个油呢 差不多要六汤匙 用这个六汤匙的油呢 把这个肉片呢 给它过一下油 然后呢 就可以 加其他的这个配料 好 好 等到这个肉片熟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蒸干放下去 这是生的东西啊 所以这两样呢 是先下锅 过一次油 好 再加这个配料 好 再加这个配料 那么如果是怕麻烦 你现在这个东西不必要盛出来 就给它弄到锅边 然后就用这个中间的这个油的地方呢 就把这个蒜跟姜放下来 炸一下 然后呢 就把这个 辣豆瓣酱就往这个中间一起来炒 好 这样子炒得红红的 香香的了 一点点的水 然后呢 就把这些调味料就加进来了 这里是姜油 这里是糖 好了 这里是醋 好 那么最后呢 用一点菜斑粉 姜 给它勾个芡 就好了 不要忘了 那个葱花是在最后要撒下来的 现在就可以装盘子了 这个就是鱼香湿井的做法 其他的这个鱼香的菜也都是这样子做 不过有的时候呢 为了动作快 你要把那些姜油啦 糖啦 这些醋啊什么的 都先给它用一个小碗准备好 一下子倒下去呢 就马上就可以盛出来了 因为鱼香的用的这个桌料呢 非常的多 所以一样一样下锅呢 会动得太慢 所以你预先准备好比较方便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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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